李显龙和南极部海外往11月8日订存前,有网站爆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,恐与马来西亚前总理南极部有不正当交易,已成为伊玛案主要调查目标。 今月8日,新加坡卦方庇佑,称该文章为假新闻,带又废报兴致。 昨日7月一篇题文,新加坡总理李显龙,成为伊玛案主要调查目标,得文章坦登在报道网站上的Coverage。 文章指出,一名来自马来西亚沙拉越州的记者Clero Castle,透露,马来西亚方面,目前正在调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,和南极部之间的逆逆协议。 这些协议在南极部仍在任期间达成。 这些协议包括建设新加坡马来西亚高速铁路,当时,马来西亚正陷入万亿另几债务和水价严重不足的销售协议, 以换取新加坡银行,帮助洗败伊玛公司的数十亿美元。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8日报道,新加坡铸马来西亚特使声明,这篇文章绝对是假新闻,而且很显然是带有诽谤性质的。 今年9月,南极部因卷入伊玛案件而被捕。 随后,南极部面临25项有关伊玛案件的控状,包括涉嫌贪污及接受,使用和洗黑钱。 南极部对25项指控均表示否认。 据路透视报道,目前南极部正面临32项试询行事失信,洗钱和贪污的指控, 涉嫌金额达23亿令吉,约38亿人民币。 新加坡为总理明星辟较,是220万新元,不是450万新元。 对于方箭传闻李显龙年薪高达450万新元,约合2250万元人民币的说法。 新加坡政府网站Factory做出澄清,称李显龙的年薪是一位初级MR4部长年薪的两倍,也就是220万新元。 针对近期出现有关部长薪金的种种传言,政府网站Factory指出这些都是网上假信息。 文化状态而言,政府网站Factory指出这些都是网站Fundos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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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